好的,阿姨,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 阿姨,早安 早安 我是繳匪學院 今天我先給您拜個早年 然後我今天的問題是 本週一個熱門的話題是緬甸的軍事政變 為了跟緬甸錯綜複雜的地方軍閥做個區隔 我們姑且稱這是緬甸政變的發起者為中央軍 他們上週以十分莫須有的指控 將民選總統以及國務執政 也就是昂山蘇姬給拘禁了 昂山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其實去年11月的選舉中選得非常好 可以說是一場大勝 他本來即將展開他的第二個任期 但是緬甸軍方在憲法中的獨特地位 有點類似於昭和時期的日本軍部 理論上他們可以廢掉任何他們不樂見的選舉結果 跟獲勝者 您曾經在第97期的訪談中提到 昂山蘇姬他所謂的民主派 是各種亂七八糟勢力的大雜彙 除了跟中央軍政府存在著 分贓意義上的不和以外 沒有什麼統一的綱領 那麼2015年的時候 我想問的是 當時的緬甸中央軍政府跟他達成和解 讓他的政治勢力出來贏得選舉 做了一場民主改革的表演給西方看 那麼是不是緬甸只是為了便於得到一些美日的一些政治經濟的資源 用來可以制衡親中國的一些地方軍閥勢力 那麼當昂山蘇姬他後來對羅辛亞穆斯林的一些種族清洗的行為 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後 那麼他就失去了西方世界的支持 於是緬甸的軍政府就覺得 似乎昂山蘇姬這個形象工程 或者說看板娘好像已經沒有必要再攻著了 您曾經比喻過緬甸中央軍 很像是在國民政府的那個訓政時期 他們想在緬甸聯邦的框架下 實現蔣介石的統一大業 那麼將事實獨立的按照地理面積 佔緬甸一半以上的軍閥地區 還有封建的地區全部消滅掉 那麼在他們發動這次政變之後 請問您未來的格局 還有緬甸在西方以及中國之間的外交 會演變成為怎麼樣的走向 那麼貴匪會不會因為緬甸中央軍呢 如果之後採取了加大對親中派軍閥的剿滅 而對緬甸的局勢採取直接干預的手段呢 緬甸是一個小帝國 歷史上的緬人 在他們對中南半島進行帝國野心的部分當中 差一點把孟人和泰人都滅絕了 正在這個時候 英國殖民者進來了 把非常可怕的緬人打敗了 對於緬人周圍的其他眾小民族來說的話 英國人顯然是大救星 而應面帝國對緬甸的統治 對緬甸的統治主要是建立在壓制 以阿瓦為中心的緬人傳統勢力的基礎之上的 而二十世紀初來的緬甸獨立運動 首先就是這些緬人對周邊各種小民族的沙文主義死非戶難 昂山父親的德清黨人 是企圖建立一個日太聯盟來顛覆英國統治 反向地就引起了五發八門的各種勢力 包括羅辛亞人和克倫基督教徒 依靠英國和盟軍勢力來抵制新日派勢力的那種鬥爭 像羅辛亞人其實就是盟軍在日本佔領緬甸時期留下了最可靠的孤城孽子 然後你可以看到在中文時代的五毛代輿論的過程中就變成了911時代以後的反穆斯林運動 這個策略其實非常幼稚而且簡單 就是一個簡單的所謂的反右運動擴大化 打擊的目標是一小撮,但是企圖通過邊界模糊的恐懼把一大撥人給拉進去 因為羅辛亞人也是穆斯林,這件事情在1942年和1945年是沒有人重視的 盟軍只是看出他是反對日本和德清黨人的重要力量,是盟軍留在日本佔領期的一把尖刀 所以他和克倫人都是有資格得到英國保護的。如果按照十九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的黃金時代,那麼英國在勝利以後是應該把庫爾卡人在印度人地位給他們的。 然而英國人卻不得不撤出緬甸,因此緬甸聯邦的格局就是非常有必要的。緬甸聯邦是英國為了保護其盟友而留下的設計,以免地理上不佔優勢,但是人口上佔優勢的緬人。 在英國人撤出以後,恢復他們對周邊眾小民做的傳統暴政。而緬甸當然沒有施行聯邦的條件,所謂的聯邦只不過是為各部落傳統軍閥的這些勢力尋找一個憲法上的出路而已。 類似的做法像烏干達之類的地方也是這樣的。後來,烏干達的政府為了擺脫英國人對它留下的這些限制,打破原有的布干達國王這些部落酋長的勢力。 只有向蘇聯求援,在蘇聯之下發動政變,才能破壞英國人留下的分享權力的協議。 社會主義綱領黨之所以是社會主義綱領黨,也就是因為它希望能夠討好中國和蘇聯,藉助他們的力量把英國人留下的那些封建勢力掃除掉,實現統一緬甸的大業。 如果按照聯邦主義的原有傳統礦架的話,這件事情是永遠都做不到的。所以聯俄融共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凱默和蔣介石的決策。 社會主義除了有集中資源的力量以外,也是一個外交上討好北方邻居的適當手段。但是北方的邻居本身和英帝國主義一樣,不見得是樂於看到緬甸統一了。 這方面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昂山的黨派跟武魯的黨派在五十六十年代是非常矛盾的,但是在軍政府執政以後,因為遭到擠壓的緣故,就統統集結起來,變成全國民主同盟。 現代人很少記得,1988年全國民主同盟就領得80%的選票。但是在軍政府執政以後,軍政府製造出來的傀儡黨派又輕而易舉得了議會選舉的勝利。這也可以看出所謂民意的多數是在多麼靠不住的事情。 只要軍政府能夠有效地把全國民主聯盟排除到大選之外,然後剩下幾個小黨軍隊是可以輕而易舉地選出一個核心意的國會的。 他們有過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才有把握說,在經過一年的整頓以後,他們能夠捲土重來。因為1988年他們已經做過一次。就國內的經驗來說的話,這件事情似乎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緬甸的形勢主要還是取決於國際方面。 社會主義綱領黨專政的結果就是,既沒有能夠實現統一緬甸的大業,反而導致緬北地區的軍閥混戰更嚴重。 因為中國直接插手了緬北地區的軍閥混戰,中國在割地已落緬甸,把爭議地區化給緬甸,表面上是實現了乃文大將的外交綱領,通過西哈魯克斯的新中路線獲得了中國的領土讓步。 但是民意上化入緬甸境內的領土,內部卻多了一系列親中國的軍閥,使得中央軍對此更加頭疼。 而社會主義綱領黨的存在,儘管理論上自稱中立,在事實上卻被發到敵對西方的陣營之外,完全錯過了亞洲四小龍和冷戰經濟學這一波紅利,使緬甸變成了東南亞的落後國家。 結果就導致了1988年的危機。軍政府的上台是一個執行鄧小平路線,即威權主義的維持政治穩定。 同時,對外向西方資本開放的破壞,希望用這種做法能夠在經濟上為自己打開出路。 但是,緬甸太小了,還是經不住美日的經濟捆綁政治的壓力。 而軍政府自身也不希望比美日的資本要貪婪得多,對本地人要刻薄得多的中國資本變成他唯一的經濟,使自己陷入完全的附庸地位。 這個道理跟毛澤東認為,蘇聯人比法國資本家要壞得多是一樣的。儘管蘇聯人是理論上的共產主義者,但是毛澤東作為一個過人,他很清楚,西方帝國主義對他們比起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實際上是要壞得多的。 當然這一點也不是說道德上的是好是壞,像民小組說的那樣。關鍵就是在於,資本越小就越刻薄,這是必然的道理。從窮人出身的爆發部一定是非常刻薄的。然而釋迦子弟對下人一般是慷慨大方的。 越是遠遠流長的上等人,對下人就是越慷慨。例如在蔣介石時代,英美資本對國民黨其實是要比日本人要好多,這是國民黨由親自轉向反的一個重要次第金屬。 非洲人依靠蘇聯的知識反對英法帝國主義以後,然後也接著發現蘇聯帝國主義比英法帝國主義要壞得多,然後他們接著又會發現中國帝國主義比蘇聯帝國主義要壞得多。 這就是一個悖論。如果你要作為安於下等人的地位的話,那你最好的辦法就是投靠最老牌的上的人,越是興起家的爆發部,對你越狠。過去跟你一樣是下等人,現在突然跳起來當帝國主義的,那是最狠的、最不值的。 但是反過來,下等人如果不想要安分手擠,讓下等人,具體說的就是,例如約旦和馬來西亞就是準備安分手擠,當然一輩子是下等人,不打算翻身的。但是你如果打算翻身的,你的做法應該是什麽樣的? 你的做法就是應該反對最寬宏大量的上等人,用這種方法弄來的資本,使自己變成一個刻薄的爆發部。當然你這個刻薄爆發部一旦爆發起來,就會出現糟糕日本的那種兩途受打的狀態。 老帝國主義對你的爆發部並不順眼。原先認為日本是亞洲被壓迫民族有色人種的先鋒隊,跟我們是一家人,然後跳起來說,你現在也是帝國主義了,你比英法帝國主義還要壞。你沒有解放我們,你給我們開出條件,比英法帝國主義還要壞。我們還不如跟英美盟軍聯合起來打你。 原來處在下等人地位上的下等人,一旦翻了身,地位必然就是這樣的。 在這個關鍵時刻,就是1945年日本這個關鍵時刻,它的處境比那些懶洋洋地安心當一個萬年下等人,希望找一個寬厚的組織,無論是憲法上的形式或外交上的制度是怎麼樣的,像馬來西亞人還要更加痛快難堪。 稍微處理不好一下就要亡國滅種。這就看你的精英階級,因為人民總是在跟精英階級等的,是不是真有非要做統治階級的欲望?老實說,大多數地方的精英階級是沒有這個欲望的。 如果能夠抱上英國女王的大腿,像辛辛拉的毛利球長那樣做一個被保護者的話,他馬上就心滿意足了。他並不覺得自己有必要去翻身爭取國際平等。所謂爭取國際平等其實就是要自己出的一個小霸王的意思。 波蘭人儘管是全世界反共分子最愛,但是烏克蘭人對波蘭人的看法其實也是這樣。波蘭人對烏克蘭人比德國和俄國人還要壞,就是因為他差一點就要落到跟烏克蘭同樣的下場。 而他卻起了,烏克蘭人卻還出在亡國狀態。因此,波蘭對波蘭軍對烏克蘭人是強制同化的,還不如德國和俄國人給寬容。 而緬甸軍政府就是屬於那種不太老實、想要做翻身農奴的角色。因此,他的做法就是要暫時依附於北方的帝國主義者,然後統一國內。 但是統一國內以後,必然就像越南那樣,根據它的歷史傳統是跟蒙古帝國、民國和清國都不斷衝突的歷史,把自己發明成為抵抗北方的要塞。 如果緬甸足夠重要,而西方足夠軟弱的話,那麼合理的政策顯得就是,就是要支持美濟軍政府搞獨裁。 緬甸軍政府搞了獨裁,統一了各路諸侯以後,肯定要走凱摩爾路線,依靠遠方對緬甸沒有領土野心的西方的財政資源來反抗近在支持。 但是,作為自己強大可怕的領域,有領土糾紛的蘇聯和中國,一個統一的緬甸比聯邦主義的四分五裂的緬甸能夠更有效地抵抗北方的強領。 但是第一,西方跟冷戰時期不同,已經太強大了。就像它沒有必要像金正非常西方那樣搞尼克松市訪問,然後把朝鮮變成中國,中國變成蘇聯那樣,對於美國來說,朝鮮是不值得收買的。 對於西方來說,緬甸的收買價值也很低微。同時,緬甸的各路軍閥,像羅辛亞人這些1945年流下來的血蒙,還蠢齒未幹。不可能像傻逼費拉右派說的那樣,白者都是傻瓜,穆斯林是你們內部的叛徒,你們居然要寬容他,狗屁。 按照西方的觀念來看的話,羅辛亞人就是一個階級地位比較低的約旦國王。他沒有像約旦國王那樣王室,沒有馬來西亞的那些埃米爾,但是根本上就是大英帝國的穆斯林附庸。他的忠誠度比起楊山那個極分子不多。 這樣的外圍宣傳,它能夠重要到誰頭上呢?都是重要到極其邊緣的人頭上。文宣策略就跟政治上的文宣策略跟騙數一樣,是非常看階級的。 例如有人打電話給你,如果說一段很傻逼的話,你覺得你太聰明了,這種騙隨感騙在你頭上,其實對方比你聰明得多,他在撤你的階級。 他的說服對象或者收割對象,本身就是階級地位比較低的人。所以他一開始就說出一段頭,該階級所好的話。如果你是一個自己的逼格很高的人,立刻就把你踢出去。 省得你留在他自己的傳銷隊伍裡面,敗了他的好事,說出一些不合適的話,把他本來可以忽悠住的那一筆弄得忽悠不住的。這樣的說法,我剛才的敘事有明顯的道德意味,但是實際上這個事情是技術中性的。政治宣傳的做法都是這樣的,非常看階級層次。 例如,卡爾羅夫就非常看不起林伍德。他頗狗大麻說,林伍德幹的是什麽?說了一句,三分鐘之內就能看出是荒謬的東西。卡爾羅夫是輔佐小布什當選總統的共和黨操盤手。 在那邊看來,林伍德,這個奧巴馬總統的前支持者,川普黨人眼裏面的大救星,根本就是一個靠不住的下等人。他說的那些什麼,還有包圍的那些大海怪之類的話,都是用來哄騙那些根本沒有政治經驗的邊緣人的。 而像他這樣的人,他這樣操盤手,肯定針對的是麥克恩這樣的體面的釋迦子弟和有錢人。我們共和黨人是有錢人、有體面、有身份人的政黨。跟你川普總統找來的這一波邊緣人根本不是一個階級的。 但是問題在於,沒有川普總統找來的一些邊緣人,你也贏不了選舉。這就是共和黨現階段的重要難題。但是鮑威爾和林伍德採取的這些策略,和卡爾羅夫採取的這些策略是什麼? 就是要在自己的支持的群體中來做階級化劍。我要針對是哪一個階級,不要讓不同階級的人混進來。因為想要把所有階級都討好的結果,就是誰都也討好不了,還不如搞一個穩定的基本盤。 政治上的操作肯定都是這樣的,針對性很強的。 像白區黨在第一層、法輪功在第二層、資田耶、美華教會之類的在最外層這樣搞出來的那批川普黨的陰謀論那些。很明顯,它針對的就是亞布拉摩斯針對那個相信中央情報局製造的艾滋病毒來消滅黑人的那個同一個階級。 只不過,這兩個階級的地位差不多的,差不多就像哈克貝利·菲恩的爸爸跟黑人的吉姆一樣,雙方都是邊緣人。 而中央情報局製造病毒的陰謀,其實是克格勃製造出來的。拜登的烏克蘭陰謀肯定也是克格勃製造出來的,有些可能是中國製造出來的,但是烏克蘭那個陰謀一眼就會看出是克格勃操作的。 因為拜登在烏克蘭的主要對手就是克格勃,而這些陰謀論卻變成了像人不媚蘇小河的那些華人基督徒的法寶。 最後,等到一定程度上,普京時代的新克格勃,早已經放棄利用有色人種來瓦解美國的企圖了。但是他們製造出來的陰謀,至今還在黑人邊緣人當中流行。 而克格勃現在製造出來的那些陰謀,可能等到俄羅斯之稱政策早已改變以後,還在同樣邊緣的另類右翼群組中間相應的流行。 這樣的例子其實就是,你想依靠文宣策略來判斷政治,那就是說,你已經把自己放在下等級上。 你相信文宣的什麼意思?就是,老闆不準備用黃金給你發工資,而準備用不值錢的紙幣來給你發工資。文宣這個東西就是政治上不值錢的紙幣。 有份量的人,他要的絕對不是文宣,他要的肯定就是像是麥克蘭和麥康那樣的,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東西。 比如說,本州的能源產業所要的政策優惠這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他不會浪費他的寶物時間內聽一些文宣之類的意識形態的鬼話。 意識形態是用來對付邊緣的人的。如果你為意識形態所動的話,那你就要明白,你在政治操盤手的眼裏面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用紙幣發給你就行了,黃金留給大人物。你要痛切反思,你是怎麼落到政治下方的。 為什麼你會給人留下這種印象?你是用這些空話就能夠覆得動的。當然,你用意識形態去覆有別人,把自己變成諸侯,然後反過來得到真金白銀。這樣的勢力在政治上是太多了。 所以,你往上走還是往下走,首先就要看你在這方面有沒有青銀頭了。羅興亞人和克倫人這些人跟西方的關係顯然比跟昂山書記的關係更內圈。 也就是說,他們作用的不是粉紅色左派控制的輿論層。這個輿論層只知道誰是民主、誰是專制。 而比較內層的輿論層,比如說像是岸信夫這種人跟臺灣之間的關係一樣,他不是要在選民當中讓日本人愛臺灣,而是他讓日本的元老跟臺灣大老之間始終保持著秘密的專線聯繫。這就足夠了。 擁護昂山書記的白左是外圍的,不講背後的實質的,支持羅興亞人的西方的內圈人士。他們是不管緬甸民意上叫做什麽的,他們始終還守著十九世紀殖民主義到一戰二戰時期留下來的。 誰是我們大英帝國的忠臣,雖然是大英帝國統治下的,但是時刻懷有反徹之心的二臣,這些腦臟和心臟始終是存在的。始終是比內圈國家還要內圈的,而外圍的民主或者黨派鬥爭是動搖不了他們的。 中國方面,在江澤民和胡錦參加時代對緬甸人的立場也是模糊和矛盾的。因為在一個過於複雜的齊局當中,你不是很能算清楚。 按照毛澤東在文革世紀的政策,你就直接支持紅衛兵組織的軍閥,從解放軍領體武器的解放緬甸居行了。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麽呢? 就是把周恩來和白區黨苦心經營了幾十年,利用緬甸瓦點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反華反共統一戰線,把緬甸至少搞成一個中立國。 利用緬甸軍政府和社會主義綱領黨,把親西方的像武魯這樣的腐敗的老自由派和昭瑞泰這樣的過去的土石頭目和羅辛亞人助水和克倫人之類的西方走狗排斥下去。 這事就實際形勢,現實政治利益對比之下,中國能够取得最大外交成就。 而你一旦支持紅色游擊隊去跟緬甸軍政府作對,緬甸軍政府就沒有辦法保持中立了。 他看到中國的政策不是要製造一個中立的緬甸,免得緬甸可以利用中國的勢力在西方帝國主義來撈到更多好處,而是直接要把緬甸刺化,因此它也會轉為急劇的反共反華。 反共反華永遠是在一起的。六十年代的緬甸的排華運動主要就是針對毛派打倒了黃俄以後,破壞了黃俄形制有效的統戰政策,企圖刺化緬甸,而導致了緬甸軍政府的反制。 而改革開放以後,老黃俄重新回來,在鄧小平時代,紅色軍閥又再次失從,政策回到支持緬甸軍政府在西方和中國之間保持中立主義路線的平衡原則。 這個路線使中國不用花太多的錢,而能夠得到比較大的護國。但是對於緬甸軍政府來說,這個政策就是一個斯大林政策。 如果你真的支持我們緬甸人民的事業,為什麼不像是廢掉馬來人民軍一樣,直接廢掉紅色軍閥呢? 你一面支持共產黨在內部跟國民黨搗亂。這難道不是張儀對付楚白王的策略嗎?張儀對楚白王說,我們秦國願意割地給你,只要你去跟齊國斷交,罵一頓齊王。 楚白王真的罵了齊王,跟齊國都斷交了以後,秦國賣了仗,他也沒辦法。你總不能同時跟秦國和齊國打仗吧。 而楚白王和蔣介石都犯了這樣的錯誤,不過蒙世的苦見。蒙世說,你現在已經得罪了齊國,委屈一點就跟著斯大林和秦國走好了,這樣吃虧還吃得小一點。你如果同時跟秦國和齊國打仗的話,你就眼看就要亡國。 而蔣介石和楚白王真的走上,同時既反秦又反齊,既反對日本又反對蘇聯的政策,結果果然落到國破加暴的地步。緬甸軍政府頭腦還稍微清醒一點,但他心裏面肯定也是不滿意的。 中國為什麼這麼做?因為緬甸是一個陸上國家,不像馬來一樣是一個半導遠隔中國,支持馬來人民軍,費用太高而收效太少。但是陸地邊境支持一些紅色軍閥,就像斯大林通過陸地邊境支持中國共產黨一樣,成本很低的。 而且緬甸軍政府難道完全可以信任嗎?緬甸軍政府如果根據中國的支持統一而緬甸,它的中立政策還能夠得到保證嗎?西方是健忘的。西方會忘記你過去的專制政權。什麼叫專制政權?專制政權就是說,你專制的能力不夠,像毛澤東評價蔣介石那樣。蔣介石專制的能力不夠,像飛沈一樣可以吹走。如果專制的能力很夠,那就怎麼樣?西方反而不會顯得你。 為什麼呢?西方外圍媒體所說的專制是什麼?就是你想要專制,但是尚未專制成功。你跟你的反對力量正在廣場上掐得一塌糊塗。 然後像吳廷燕那個時代那樣,西方看到的時候搖頭掰尾地說,你太專制了。我們不是這樣對付反對派的咯,我們跟他們沒有大拿出手咯,你太專制了。 但是你如果專制得更徹底,把這些反對派都殺得無聲無息的,在你剛剛痛痛快快地殺的那一刻中,就像弗朗格和皮諾切特在動手殺人的那最初五年,西方痛苦地說,太專制了、太獨裁了。 然後五年過去了,該殺人殺光了,太平盛世過了二十年,西方已經忘掉過去發生的事情了。其實你不怎麼殺人嘛,還不錯嘛,馬上就跟你恢復關係了。 為什麼你不怎麼殺人?是因為你把該殺人的東西已經殺光了好不好?所以依靠白左輿論來制定政策,就有一個妙計就是,你反對都是一些比較軟弱的獨裁者,強大的獨裁者你是不會反對的。 在強大的獨裁者不怎麼殺人,因為他已經不太需要殺人了,該殺人已經殺得差不多了,而跟他合作作聲音又有鑽頭,於是在這種情況下,改革開放就成為不可避免了。 緬甸人要的就是這個策略。而在這種策略之下,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中國變得不必要了。中國的資本能跟美日的資本相比嗎?當然不能。 緬甸人的想法就是,藉著中國的實力消滅了各種軍閥以後,然後再對西方改革開放,跟西方結社聯盟以後再反過來反對中國。中國境內有很多少數民族都是緬族的分支,難道不應該解放一下他們嗎? 當然,毛派沒有這樣的老子預測到這種東西,他們在外交上是毫無經驗的,但是黃俄黨人是有經驗的。所以他們像史達林和紅色軍閥那樣的狡大,他們不希望紅色軍閥完全滅亡。 要像史達林對付毛澤東一樣,或者再說一件,就像是美國人對付中國和臺灣一樣。要知道,政治上的事情正如馬西亞維利所說的一樣,感恩戴德、知恩圖報這件事情經常是鬥不過現實需要的。 你把給別人排憂解散,使得別人不再依賴你,是很有可能遭到恩將仇拜爾報的。你使別人絕對依賴你,哪怕他在背後天天罵你,像大多數的員工天天罵老闆一樣。但是他以後還會用更好的價錢來求你的。 史達林用70塊錢給共產黨,使得雙方都極不滿意。共產黨仰天藏地說,史達林愛國民黨的,不愛我們。但是他們卻更加害怕,史達林完全拋棄他們,像拋棄希臘共產黨一樣。如果完全拋棄共產黨把他們交給國民黨的話,他們是沒有活路的。 因此,他們儘管痛恨史達林,卻更加依附史達林。而國民黨拿到史達林七十塊錢,他也仰天藏探地說,四俄帝國主義比白人帝國主義還要更壞。民意想支持我們國民革命,實際上卻支持我們內部的顛覆分子。 但是他能怎麼樣呢?他如果跟史達林決裂以後,史達林把他七十塊錢也給了共產黨,一百塊錢全給共產黨,而國民黨一塊錢也沒有,那麼國民黨是不是馬上完蛋? 因此,國民黨也是更加離開數量。如果蔣介石像史達林所希望的那樣是一個狡詐的馬吉亞維族者的話,他就應該乖乖地順著這個舞跳下去。 我多給史達林一些好處,希望史達林以後給我八十塊,這樣我就更暖便宜了。這樣我在拿到八十塊的時候就可以犯了,現在只有二十塊錢的共產黨人總有一天要被我滅掉,對不對? 而共產黨人也會說,我再給史達林一些好處吧,希望我將來以後能夠好歹公平和你國共合作,一人拿五十塊錢好不好,這樣蔣介石我們就不用害怕蔣介石欺負了。 於是,史達林就左搖右擺,今天給國民黨七十塊,明天只給六十塊,今天給共產黨三十塊,明天又給你四十塊,然後又打回三十塊,然後又打回二十塊,然後又恢復了三十塊。 這樣來來回回的折騰,如果不是蔣介石這個莽夫在1946年被中國主義充分了頭腦,一定要做一個世界四強的話,這個遊戲至少是可以玩幾十年的。 那麼,1970年的中國,那就真像是那本什麼什麼陳冠憲什麼什麼什麼的小說那樣,是蔣經國擔任中華民國總統,而劉少奇或者鄭小平在禁察地解放區主持反政府武裝的大緬甸的歌曲。蔣介石壞了這個事。從短期來說的效果是這樣的,從長期來說的效果反而對史達林不利。 而緬甸軍政府的頭腦比蔣介石要冷靜得多。當然,部分原因就是,緬甸的小帝國主義遠遠沒有中華帝國主義和大帝國主義那樣的誘惑力。 所以,建立大緬甸主義沒有建立大中華主義的誘惑那麼大,所以他們還能夠克制自己,繼續跳沒有落到蔣介石這種下場,沒有逼中國完全支持共產主義勢力。 而中國對緬甸軍政府和反政府軍閥兩頭下屬的政策,使得緬甸軍方不敢完全跟中國作對,但是思想也對中國也完全不滿意。 當然,他們通過昂山素季和全國民主聯盟,本來是軍政府政變以前各種舊勢力混合起來的大大會。他們在軍政府執政以前經常是敵人。例如,侮辱的派別跟昂山的派別本來就是失不了力的。 但是現在他們都失去了權力,於是嗚呼哀哉,就在民主的規劃下統一起來了。民主是什麼意思呢?在很多情況下,所謂民主的意思就是,我們都是盧森的意思。 這個意思不是好意思,跟十九世紀社會主義一樣。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而是說明你是一個盧森的意思。如果你是一個惡愛民主的人,那是說你免不大有漲權的希望。 你和你的支持者,往往是缺乏統治者的德性。這樣的人在短期機緣湊巧的時候,即使短期掌權以後,也會因為德性不足而利用不了的機會,而很容易地被改下來。 有德性的統治者,往往是出自於前封建領主,或者像波蘭所謂的天主教反對派,其實就是波蘭地主的後裔。他們知道統治者應該做什麼。統治者最重要的人就是分親敵友,第二就是要把所有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 你要明白,做統治者是什麼意思?什麼事情是錯的,都是你自己的錯。做民主人是什麼意思?什麼事情是錯的,都是社會的錯,或者說都是國家的錯。 所以,今天做民主人的意義跟十九世紀做社會主義者的意義是差不多的。它都給你提供了一條德匹下的道路,你可以理直去上說,什麼都是社會的錯。 你只要抱有這種觀念,你就會順著路舍的道路一路走下去。能夠變成溫暖的人,總是什麼事情都是自己的錯的。 昂山素季和他的聯盟組織度是很低的,就是這樣一些本身內部的、毫無聯繫的小山頭、綿綿地牆組織起來的。 藉助昂山江村的女兒和諾貝爾獎獲得者在西方白左面前有點面臨這個人物的象徵性的聯繫、拼湊起來的。但是昂山素季根本不能領導他們。 所謂領導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不是靠說台詞來把你們集合起來,而是在利益分配、分果國、分資源的時候能夠讓你們扶手聽命。這個才叫領導。 昂山素季沒有領導能力,而全國民主聯盟本質上是不可能領導的。這一點也註定了他不可能成為負責任的支持了。 軍方願意跟昂山素季進行談判,是同時得到了中國和西方的支持的。因為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的中國正在經歷,企圖利用西方資本和技術來強化自己的這個階段,本身不高興跟西方翻臉。 同時,他們也正確看出,各路軍閥從純軍事的角度來講是不如中央軍的。如果昂山素季組織政權的話,把政府變成是軍方跟民小的合作政府的話,那麼軍政府統一緬甸的機會會大打折扣。 等於是內部有了一大批不負責任的反對派,使你的各項政策都沒有辦法順利執行了。而且,協商對法的原則肯定也會適用於各地地方軍閥,使得軍政府很難摧毀包括親共軍閥的其他軍閥勢力。 這一個統一不了緬甸軍政府,對中國的依賴性大,統一得到緬甸軍政府,對中國的依賴性小。 因此,昂山素季就在中國和白區黨和西方白左的共同支持下回到了政府內部,建立了一個基本上是癱瘓性的緬甸民主政府。但是,政治形勢是不斷變化的。 西方資本也是希望把緬甸變成一個大越南,利用這個機會從緬甸獲利的。這使得白左和白右在緬甸民主上暫時合流。緬甸軍政府利用這個機會得到了美日資本家的支持,使他們自己的私人的小金庫、軍隊自身建立的企業。 這個模式跟查維斯在威德拉的模式是很相似的,能夠得到很多資源。在這個時期,可以說,他們像習近平的中國一樣,第一,他們覺得自己的資源已經足夠了,階段性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現在,與其順著原有的路繼續走下去,進一步把緬甸變成附庸國,不如把這些資源拿出來用,趕走礙世的民小,清除各路軍閥。 對於緬甸軍政府來說,兩者的地位是不一樣的。軍閥是有實力的,是他真正的敵人,很難打的。 而民小,他自己既打不贏中央軍,也打不贏緬甸軍閥,只能拿出來做一個統戰棋子,在中國面前和西方面前爭取資源用。 他本身是一個愛手愛腳的東西,自身不足以成為實際的政治勢力。所以,他主要是作為脫後腿的障礙物被踢了出去。 踢了出去以後,現在我們的小組裡面不再有外人愛手愛家,都是我們自己人,辦事豈不是方便的工作。 所以,政變以後,最主要的措施就是罷免各自治區的主席,把緬甸軍政府的自己人派出去。 以前的1995年前或者金政府的總統在仰光這樣的核心區當政,然後特派員派到各區去,測驗各地軍閥有沒有發動內戰。這個當然就是把難題同時推給了中國和西方。 它是在測驗你們,測驗中國,你是不是願意向斯大林同志犧牲滿洲、蒙古和新疆一樣爭取成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斯大林的原有計劃是,讓共產黨跑到滿洲去建立東北人民自治政府,然後在南蒙古扶植一個內蒙古自治區,然後在新疆建立一個東突裂斯坦共和國。 這個共和國像是伊朗的庫爾特斯坦共和國一樣,不需要獲得國際承認,只需要作為籌碼,向國民政府爭取自治就可以了。 南京本來他還是準備留給蔣介石的。蔣介石非要滿洲不可,因為這三年當中,滿洲是最重要的。非要滿洲不可,記錄了斯大林,斯大林不得不支持毛澤東。 而支持毛澤東的結果是,蔣介石連江蘭都保不住,因為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採取了權貨國政策。 而斯大林的兩項權衡下,好像得到中國比得到一個滿洲要更重要一些。這裡面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直接吃藝術是橡膠。 二戰時期那種戰爭,包括坦克戰爭,是很需要橡膠的。而橡膠掌握在南洋的馬來人手裏面,也就是掌握在英帝國主義手裏面。馬來王宮是忠於英帝國主義的。 只有南洋的華人能夠為蘇聯搞到橡膠。所以,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動員南洋華人為蘇聯搞到橡膠。 因為二戰已經結束,柏林危機爆發以後,西方不再願意給蘇聯供應橡膠。同時,如果毛澤東指責到滿洲的話,南洋的華人是大中華主義者。 跟今天海外華人一樣,他們會擁戴蔣介石當領袖,而不尿這個看上去就像是失敗者的毛澤東的。 同時,毛澤東如果拿下了華藍,可以在海南島、雲南、廣東、廣西建立橡膠種植園,用中華人民共和合的橡膠取代中南亞的橡膠。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合的橡膠曾經由蘇聯幹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麽?這個赫魯曉鳳在紫徽雲露的就是什麽?派遣蘇聯專家大搞中蘇合營的橡膠種植園,這是蘇聯的燃眉之敵。 小國和弱國的命運就是由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決定的。荷蘭就是有幾個不錯的飛機場,所以被希特勒看中了,否則打比利時也就足夠了。 蔣介石之所以沒有能夠化僵而至,就是因為海南島太適合一種橡膠了,而馬來人跟著英國人走不肯給斯坦林共和橡膠。 而南洋華人將來會遭到排華的下場,滾回華僑農場,也就是因為偉大的陳甲根先生和白學長在這個時候跟斯坦林合作的原因。很多命運都是在二十年以前或者更多以前就已經注定的,等你發現的時候已經沒法改了。 緬甸軍政府當然對目前的形勢是分析得很清楚的,而中國方面,習近平正在採取驅逐西方的政策。 因此過去的像緬甸、埃塞俄比亞、像安哥拉這些地方、在利比亞這些地方、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執行政策的主要就是匪諜系的白區黨,例如像國開航這些集團。 而國開航在習近平上台以後迅速遭到清洗。陳元現在基本被軟禁了,他留在國開航的幾個大將都被執行了當中判刑。 他沒有被判刑,因為他是元老之子。習近平還不想大開殺戒,或者說實力還不足以大開殺戒,所以暫時不能動他。 但是他基本上已經是處在逐步出戶、處在避禍隱居的狀態,跟司馬懿剛剛當前的朝爽和朝大將軍的區別是非常有限的。 他們過去在利比亞和安哥拉這些地方實行的政策毛貝也顯得很多,因為他們都是流於表面的。 對於利比亞和伊拉克利用西方干涉留下的真空,搞一些石油生意,然後跟當地的軍閥也不合。 在利比亞發生內戰的情況之下,還能依靠西方的保護或者武藏戰爭就找。 從共產黨顛覆的角度來講,這樣賺錢是極大的失敗。因為顛覆的目的是政治的目的,而不再賺錢。佐爾格還是開進出口貿易公司的,但他的主要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賺錢的。 國開航向現在這樣用包工投資的腐化,是實現不了政策的目的的。所以遭受侵襲也是理所當然的。 中國在緬甸的開發也是一個樣子,以賺錢為目的。買緬甸的木材和其他什麼東西,利用政策優勢,對緬甸人比西方帝國主義更刻薄,使得緬甸人的反伐情緒進一步高漲。 這樣做顯然也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但是中國國家的歷史是需要習近平重新定義的,現在就是對他的考驗了。 要不要支持緬甸軍政府,或者說支持到哪一步呢?要不要像斯大林在1950年那樣,為了中國在橡膠方面,為了中國可以發揮在未來的越南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當中的橋頭堡作用。 如果毛澤東領導一個,或者由高崗領導一個滿洲人民共和國,那麼越南戰爭是打不起來的。沒有中國這個大後防,印度支那的局勢沒有辦法佈局。 但是得到中國而佈局印度支那的結果,很可能是使予裔豐滿的中國變成一個比國民黨更加不可怕的威脅。 斯大林一再權衡以後,考驗到杜德斯時代的冷戰形勢極壁、極為森嚴,二十年以後的事情先不管。 他相信在他有生之年,他是贈住毛澤東的,確實也如此,但他死乎他的贈住。先拿下中國,然後在共產國際的內部分工,把東南亞分給毛澤東。 這就算是一個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廣大公社社員的勞動積極性,使得毛澤東非常積極地支持越南戰爭,使得美國1970年在越南的失敗成為定局,但也使得1972年的外交革命和中蘇對立成為定局。 這就是比斯麥和梅特勒早就說過,人事件的成功就是這個樣子的,他們內部都潛藏著失敗和毀滅的種子。 完美這件事情是不屬於人事的,尤其不屬於現實政治。所有的成功都蘊涵著失敗的種子。 最傑出的外交家被同時代人無比崇拜傑出的外交家,像斯大林就是二十世紀中期最傑出的外交家。而英美由於大眾民主的緣故,已經不可能產生拿破崙戰爭時期那樣的傑出外交家了。 杜勒斯只是一個堅持原則的人,而強硬堅持清教徒原則、善若分靈的這種人是做不了傑出外交家的。 斯大林才是二十世紀中葉最傑出的外交家,但是蘇聯的毀滅也是由他買下的種子,這也是沒有錯的。沒有斯大林,蘇聯不會變成世界大陸,可能在二十年代就會自我毀滅。 習近平大概是沒有斯大林這樣的頭腦的,但是他有沒有頭腦,對於外交來說關鍵也不是很大。 現在中國面臨的選擇就是,美日資本撤出。這對於緬甸軍政府的前代是一個重大打擊。但是在過去的改革開放時期,軍政府像今天的習近平一樣,撈到的錢也不少,短期也可以支撐下去。 那你就要做出判斷了。比較理想的做法就是,你要對軍政府說,現在你沒有西方的錢,你不靠我是不行的。你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像蔣介石一樣,發動反對西方的抗日戰爭。 連共抗日才是你的強項。可別在統一軍人的政令,把親共的軍法收編起來,我們一起抗日。當然,這樣緬甸軍政府就放在蔣介石的位置上了。 對於緬甸軍政府來說,適當的策略當時是凱茂石的策略。團結抗日首先統一軍令政令。你看,中國人要注意,你不要以為我現在貪你一點錢,你現在有沒有膽量入侵我們?沒有吧,你只是可以不給錢。 但是我現在從西方賺到的錢,比如說可以跟我過五年,我在五年之內就能把你們的鮑友祥和彭家森殺得片甲不留。看看是你狠還是我狠。我的要求是,你廢掉這些軍閥,我也不殺他們,你把他們撤回中國就行了。 你把土地、人民給我,讓我統一緬甸,然後像國民黨的希望那樣。國民黨跟蘇聯共產黨結成聯盟,蘇聯共產黨鎮壓中國共產黨。西哈魯克對越共和中共的態度也是這樣的。西哈魯克支持越共和中共反對美國,但是越共和中共負責其他鎮壓共的革命。 當然,在二十年以後,可能原來就要變成反華世界僑守堡了。但是斯拉林何尚沒有預測到,1950年以後,二十年的中國會變成反華僑守堡。 但是在二十年之內,打垮東南亞帝國主義聯合這些歷史如此之大,雙鳥再臨不如一鳥再手。 如果你對一個政治家說,你要犧牲最近二十年實施在線利益,去獲得未來四十年離死以後,不一定能夠造出我的利益,你該怎麼說呢? 如果你支持後者的話,那麼你是一個幻想家或者政治政治家,而不是一個政治家。政治家必須抓住眼前的東西,否則你就做不了政治家。所以,斯拉林只能這麼多。 當然,哪一種策略,雙方之間的這個博弈,中國和緬甸之間的這種博弈,誰能站下方,根本上是另一樣對比的問題。 這個就要涉及很多細節了。比如說,緬甸軍政府在改革開放時期,腰包你到底得到了多少次呢?這個資源是不是像我剛才的規定的那樣能夠維持五年? 也許他們足以維持十年了。如果他有足以維持十年的軍糧錢料的話,那麼中國就輸定了。如果他不能維持五年了,只能維持一兩年了,那麼中國就贏了。 那麼我們接下來最適量的做法就是,看他們下一步行動。我們知道,在同樣的博弈格局中,凱爾摩爾就贏了,蔣介石就輸了。這是從實際行動看出來的。 下一步我們就看緬北瓦邦軍、鮑有祥他們這些人的下方。如果緬甸軍政府贏了的話,他們就要像彭家森一樣到雲南去避難了。緬甸軍政府會在緊急狀態時把他們都吃掉。 如果他們仍然平安無恙,緬甸軍政府派去的專研,就像是蔣介石派到延安去的專研一樣,只是走一個過場,根本沒有收編到他們的軍隊,像以前一樣繼續軍話歌曲,那就是中國贏了。 西方采取的政策現在已經相當明朗,實際上也是力量對比和利益決定的。西方實際上可以扶持緬甸軍政府,很一可心馬吉亞威利一下子有什麽不可以呢? 犧牲掉的那些我們的老部下,苗族人也是中央城暴力的老部下,現在還不都流亡了美國,讓他們流亡到美國好了。 讓緬甸軍政府如果能够拿到西方的武器支持的話,那真是求之不得了,他們馬上會拋棄中國的。西方如果支持緬甸軍政府統一中國,那麽中國是在野又死的。 但是西方還不能這麽做,或者西方可以支持他一些老盟友,支持羅西亞人的客人什麽什麽的,乾脆解體緬甸,建立一些獨立的中南海小桌。 但是這樣需要很大的投入,不是象徵性的聲援和給幾個避難民謠就能做到的。 像中央情報機建立越南戰爭那樣做,花的錢也很多,跟西方從緬甸軍得到利益來講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他採取的政策就是不痛不癢的越南式政策,就是撤出制裁緬甸軍政府,這樣就有利於緬甸軍政府倒向中國,因爲依靠西方反對中國路,顯然歷行不通了。 同時,對親西方的反共派軍閥和少數民的勢力支持也不到位,頂多是給你們一些難民贏而為的。這意味著西方完全退出緬甸,必然就是這這樣的事情。 但是緬甸很不重要,退出緬甸的損失很小,而干預緬甸的成本很高,所以這本身也是理性的抉擇。所以西方這方面應該是沒什麽懸念的。 雖然這是拜登總統的執行政策,但是我相信川普總統的執行政策也不會有什麽不同,即使川普贏了以後,執行政策也是一樣的。 理想的政策就是,比如說對大楚民國的理想政策,顯然就是西方在緬甸發動了一場內戰,指使親西方的各路軍閥而到處搞割據,那樣的話我們就有機會了。但是這個政策目前是不大可能的。 我們現在實事求是地講,文宣策略是一回事,政策分析是一回事。傻逼把兩者之間搞混了,結果宣傳別人對付吃瓜群眾的手段,然後把自己給搞糊塗了,那才真是最糟糕的事情。 從政策分析的角度上,西方的人應該是相當益缺的。你那利益就這麽一點,同樣的投資者要拉到越南去,保證賺得更多。 越南共產黨依靠包括屠殺美國盟友家的反共人士,已經實現了良好的治安和良好的投資環境,比墨西哥投資環境要好多了。墨西哥天主教會都要求這也要,那也要。 越南共產黨跟中國共產黨一樣,只要有錢,什麽事情都幹得出來。所以對於資本家來說,中國和越南才是理想的地方,墨西哥倒不只算是理想的地方。 同樣的資本放到越南更能獲利,何必增這個緬甸呢?剩下的重要的博弈就是看緬甸和中國之間的博弈。這可以看出雙方的真實實力強弱。 當然,中國如果可以增加對緬甸的投入的話,比如說增加更多的軍事開支的話,也是可以拿到目的。 但是,因為我不大了解緬甸軍方到底在最近時代撈到多少好處,但是我比較了解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在改革開放時期所作所為的。 所以,我可以合理估計,中國共產黨做不到像斯大林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那樣的積極介入。像最近中國共產黨調動軍隊在邊境來保護的那些軍閥,只調動了兩萬多人。我相信這已經是中國機動兵力全部了。中國機動兵力已經在印度用了很多了,它能夠調動出來的機動兵力可能就是這些。 一般吃瓜群眾認為中國有幾百萬軍隊,但是這些軍隊的絕大部分是機關大院。機關大院的人嘛,第一是調不動的,第二是調出去也沒有戰鬥力。真正的戰鬥人員是極少極少的,能夠調動兩萬多人。 這樣對香港有一個附帶的東西說的是,最近半年內中國在香港恐怕一個兵也調不出去。各單位抽調部隊,在新疆用兵、在印度邊境用兵、在雲南邊境再用兵,可能目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既沒有可以調動的戰鬥人員,也沒有可以調動的中國物資。 緬甸軍政府能夠得到的威脅和能夠得到的資源可能就是這些了。這個資源,如果緬甸軍政府得到手足的籌碼足夠的強的話,是不足以形成斯大林對毛澤東這種威懾的。 所以,緬甸軍政府真的有可能把,如果緬甸軍政府在過去十年內賺錢和存武器的功能做得好的話,真的有可能一刀砍掉這些軍閥中的很大一部分。 緬甸軍政府的目的不是為了作秀,而是為了真正的統一緬甸獲得緬甸的資源。所以要削翻,最重要的是砍掉親共軍閥。 因為他們目前是軍閥當中的實力最強的,親國民黨的軍閥和原有的封建軍閥都已經淪為弱勢,不砍掉親共的軍閥,統一大一是不可完成的。 所以,像鮑有強這些指標性的人物將來去向就很清楚了。如果削翻、削到一定程度的話,他只能去湧南,沒有辦法在原地一徒。 非常谢谢阿姨 因为之前我看了许多吃瓜的这些争论节目 他们只能就 因为昂山素季呢 他是嫁给一个英国老公 所以他就跟西方比较亲近 所以他毫无疑问是光鲜的民主派 那认为西方应该支持他 如果西方不去拯救他 支持他的那个政党的话 就相当于是西方的那个民主呢 再一次没落了 当然目前这些吃瓜群 你们就吃瓜的评论呢 在你老的这个评论看起来呢 就显得非常的幼稚 而且非常的那个什么 经不起一个真正的推敲 好 那我第二个比较小的问题是呢 呃 台湾的统促党主席张安乐 他现在公然宣称要挣钱投敌 呃 那么新党的呃 算是元老级的人物赵少康吧 呃 他在28年后呢 现在又要重返国民党 呃 那么这两个现象都让人感到 台湾的这些 呃 亲共势力呢不断的走向极化 那我之前看过赵 无输上进呃进了台大 那么国民党现在这些蓝二三代啊 被他们眼中啊 原来的这些褒衣奴才开始挟持着全党 那我想呃 他们全面回到一个中国 呃一个中国人或者是以前所谓外省人的政党啊 会变得已经跟以前清朝末年的中社党没什么两样 我想阿姨应该对他们心理相当的了解 为什么他们在明知完全不可能有未来出路的情况下 却要选择走这种类似于自杀的道路呢 因为这些对他们不是自杀 就是他们的目的不是越人的财富 而是在他们的小圈里面排阶进行对手 像希特勒快要死的时候 鲍曼和戈林还得相互争权 对于他们来说 拉署最后的那些资源仍然是非常值得争取 而且那也是他们能够得到的尽有资源 外国的资源他们本来就争取不到 所以这本身是不成问题的 越是外面的资源争取不到 能够争取的那些资源就越会显出本身 因为你已经没有必要去统战了 比如说如果能够在台湾或者胜利的地方 那你需要统战使自己本土化 赢得尽可能多的选票和支持 但是既然很数都要输的话 统战也是很累的 我还不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特立独行一下不是更好吗 反正我不特立独行 再怎么说违心的话你们也不会要我 那我所信特立独行 我至少自己可以痛快一点 最后的小圈子内部的争夺总是这个样子 像赵川刚这个阶级 应该说 跟我的副主辈如果到了台湾的阶级是非常相似的 他是一个士大户的培养基 士大户不会是真正出生于穷人或者比较中龙 但他也不会出生于互有实际的政治者 人员比较原发的统治阶级核型 他们就是处于 比如说小公务员或者所谓军工教育集团 人数当中教师是最多的 教师是吃国家愤怒饭的 所以他们享受很多准公务员的待遇 他们从阶级性的角度来讲是统治阶级的外围 但是他们不是统治者 而是在通过混产或者其他地方也是利益受损者 生活水准往往还赶不上民间那些能够发了财的人士 所以他们的心态就变成士大户的心态 士大户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是李敖和赵桑桑那种 包括我自己也是 从根本性格上来讲 他们当中培养出来的优等作题家都是这种性格 就是我们经常见到那种宋明士大户阶级所谓的士财奥物的性格 什么叫士财奥物 就是说我个性鲜明 你是需要说哼哼我是一个输家 但是不是因为我不够优秀 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太优秀了 太正直了 跟你们这些专门搞勾兑的大佬们不是一路的 这是一件很好的心理安慰和吸引群众支持的办法 因为我们如果玩是不公的 马介维也从反面讲出来 假如领导人家去跟他们勾兑 你勾兑得过人家吗 勾兑这件事情主要是看你爷爷的出身 看你爷爷是谁 事实上如果你爷爷是中学教师 而别人的爷爷是财政部长的话 你呀就算是勾兑也勾兑不出名堂吧 既然勾兑不出名堂 然后我反过来说 我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我勾兑勾兑对不过人家 而是因为他们是勾兑的不正义的人 而我是不勾兑的正义的人 而且如果我还有些文人的才气的话 把善于给自己摆Post 包装的话 那走得极端一点就是唐伯虎、徐文昌这种人 不那么极端一点就是苏东坡那种人 你看斯大夫阶级为什么专不出这些人 你从家庭出身考虑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博弈策略 这种人如果当了权的话 当然会是一塌糊涂 因为他们体现的他们的博弈策略是在不负正的责任 但是有士绅阶级地位 有士绅阶级地位是什么呢 就是房地不方便杀你 一般来说想要有好民生的房地 你不大会杀士绅 杀之不及 同时现在也要觉得你是我的阶级兄弟 尽管我做过官 升官发财 你只是一个江湖文人 但是大家都是斯大夫阶级 我不能用对付老百姓或者对付商人的办法来 我要对你称兄道弟 以礼相见 面子要做足 在官方面前可以称兄道弟 而实际上又不掌握权力 那么他们最热衷的就是什么 东霖覆射的那种迫事 摆出一个漂亮的姿态 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私财奥物得罪实际人 实际政治家反而可以成为他们孤民调域的工具 舆论领袖 就是士大夫政治当中的舆论领袖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都是这种人 我单凭阶级出身就可以判断 余杰他们包括我自己肯定就是这种人 至少前半截 他们无论有意或无意变成舆论领袖的前半截 肯定是有这种性格 无论有意设计的还是只是不自觉的根据自己的阶级本能去做 才解就是这种行为模式 这种行为模式是公务员官僚成功观众最痛恨的 这就是为什么东汉民事或者宋民事一旦做官就会一塌糊涂 照他们自己有利于他们的解释事情 他们太政治了 不会玩发样 被犯官或者是邪恶黑暗腐败送领 像川普总统所在那样被深层国家枕垮了 但是另一方面 川普本身也有这个因素 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不适合于在官场维持人和 赵少康就是一个典型 在官场维持人和 你需要像有拜登这样的性格才行 大家为什么从来不知道拜登是谁 因为他参加的事情 他是不抢功的 做一个受公务员拥合的领导 第一原则就是要不记仇 第二原则就是要不抢功 别人得罪是应该的 下一次大家都让成功到底 所以宰相助你能撑传 这样的领导才能够赢得公务员 也就是深层国家内部的拥护 否则这些人在暗地底下叛律 什么阵程都执行不了 人和是第一重要的 而川普就因为自己是外圈人 所以他在人和这方面是做得不差的 而民事 照例是把不讲人和当成自己反腐败的功绩 或者是当作自己品行清高 跟你们这些腐败分子 顺便说一句 我对付牛爷就是这一套 你压是一个腐败分子 你他妈就是赚了这些钱 我不是赚不来你这些钱 我他妈就是足够清高瞧不起你这种赚钱的方法 怎么呢我也不缺钱 这是典型的士大夫阶级的迫事 你压一个下九流的西门庆 赚了再多钱在县太爷面前也要跪下来打板子 按照现在的发生就是要在派出所里面手抱着头尊在强根 跟那些盲流没有什么区别 他妈的阶级地位还是一个盲流 我老人家住在衙门里面 我就是坐着一盆黑钱也不贪 我照样是上等人 是县太爷爷必须毕恭毕敬的上等人 这就是归上古老的唐伯父和雄众权他们玩过多少的士大夫阶级的破损了 赵方康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玩这些破损 他为什么本质上是国民党人 政策基本上是蓝银当中的集团派需要跳出来的 政策是反腐 还反腐有两种人 民进党人 民进党的反腐是什么 因为我们被政权排在外面 我们是被殖民者 勾兑的好处当然都要到你们哪去的 而且跟麦康内尔的勾兑不一样 大家都是美国人 只是利益级上不一样 而这次就设计了一个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问题 所以可以群众动员 而士大夫阶级和舆论里面就是看不清楚这些人 因为他们是玩弄符号的专家 所以自身也被符号堵住了 在他们看来 民进党为什么势力会上升呢 无非是抓住了人民对腐败的痛分 我们这不就不能反腐吗 我们清高了这么多年 我们来反一反腐 抓住反腐的大习 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因为他就分裂出来 李登辉的国民党是腐败分子的 没错 搞黑金的典范 你反腐的提示 民进党哪去呢 我们在台北也搞一个反腐 青年政府 新型政府 国际政策上是纯粹中国主义的 内政上是反腐的 跟民进党一样 这样我们不是可以赢得选民了 如果选民的基础是蓝色群众的话 例如像台北那样 至少他能够打败金树忠 所以这个策略也更不算错 但是整个社会基础是绿大蓝小的情况之下 而且蓝色士大夫色彩更重 因此更加倾向于社会性萎缩 一代比一代人口减少 社会资源减少的状态之下 这种策略渐渐渐就越走越走 所以他实际上只是分裂国民党 分裂国民党是从政治上说的 不是从人事上说的 从人事上来更糟糕的就是 分裂国民党以后 他新党知识做不大 他跟他的性格很有关系 士大夫的性格是 赐财傲物 就是说是有功那都归功我自己 为了说一句漂亮话 证明我比你们都聪明 是什么都干出来的 能够瓜分实际的资源 做幕后老板的不能这样 换句话说 世界上是名识不能两立 你把风头全抢在自己头上 你再想要占实际资源的话 没有人敢跟你合作 比如说 能够做麦康那种类型的 像王金平一种 他就不能出风头 有功劳要让给别人 有风头让别人去战 自己要安居在幕后 如果有闹事来的人跳出来的话 你要懂得 不能义其重视 各种割肉分好处 大家摆平 幕后大佬 政治家的长相就是要各种摆平 而赐财傲物的人是不能摆平的 他的阶级本能就是 每一次发生冲突 他就看到自己的表演欲望 巨大的力量膨胀起来 要在自己心目中的表演舞台上 做一个漂亮的台步 这样一来 新党本身 不能沉气 不能迅速地泡沫化 跟赵方康这一批人 不仅他一个人 这种出身的人的 士大夫性格是极有关系的 这种人是可以做文人 赵方康做民旅应该是很称职的 他最应该做的事 照着他的性格 就是应该在电视台 做一个政治评论员 但是他做不了政党领袖 政党领袖的实质是 要在各个政治上 接近利益沟通 尤其是要善于培养自己的政治基础 如果必要的话 要像沃洛克穆斯这种人一样 大半辈子根本不抱能够从政的希望 全心全意经营基層共同体 最后他的出自在 目前发迹对他是偶然的 照他自己的路线上说的话 他本来应该经营好几代 再把成功不必在我留给后人 这样的社区建设他是做不了的 他是消费者 他需要有一个现成的社区基础 然后把这些社区基础拿来 让他自己任性地挥霍 跟他合作的人非常吃亏 拜登之所以能赢是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跟他合作的人 他是肯让利的 而跟赵少康这种人合作的结果就是 只要输了以后 他立刻就会站起来说 像最近黄姐的案件下 他就说 你看你看 我早就说过你们都是傻逼对不对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输了以后 他就要站在这表演一下 请看我是多么聪明 你们全都是傻 你们如果失败了 肯定是因为你们没有听我的话 就凭这一点 他周围的人 就会跟他合作的人 以及为他办事的官僚 都会趁他入骨 反过来如果成功了 他肯定像川普一样 全是在我英明的脑子下 你们家算屁 这种人如果还能成功 那就不像川普一样 我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尽管我的阶级兄弟和官僚 就是中间阶层全都恨我 但是我也可以依靠人民的支持 大不了在人民的支持下 把你们这些中间阶级 全都作为生存国家的痛打一多 这样我至少能站在半面江山 而苏大夫阶级的可悲之处就是 谁听说过唐博夫的群众基础 在哪里 以前台北市的老男男孩的群众基础 现在也谈不上 他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 完全是吃菜奥物的把握 第一他是真有可能当了国民党主席的 第二就是他如果当了国民党主席 会把他自己的国民党都害得很惨 他不是那种能够充当政治经济的人的性格 而且连容忍合格的政治经济 在幕后给他办事他都做不到 这当然也是国民党本身 以及产生国民党的那个中国主义流亡团体 自称斯大夫性格的体现 斯大夫性格本身就是秩序消费者 他就是靠吃刀本过的那些 他们斯大夫阶级往事土豪走到错路的结果 比如说像陈寅克分析的李德宇那个家族 李德宇的家族主习是什么 到他分析 在北魏鲜卑人当中是厌代豪杰 骑马放音 州长军长前来给他打招呼 他理都不理 这显然是一个福人豪强的角色 但是在武德天时代以后 他们经不住科举做官的诱惑 跑到洛阳去做了官 于是土豪的角色正是应该所描绘了 就留给安禄山他们了 于是他们变成了汉人 安禄山变成了福人 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在北魏那个时代 他们自己就是福人 结果他们在洛阳做了大官 在本乡本土的基础 却被安禄山 尼克用的他们抢去了 于是 和索变成了封建割据的地方 而洛阳士大后虽然做了大官 不断地出宰相 结果在唐朝灭亡的时候让朱泉宗全都赶在黄河里面淹死了 因为他们在地方里没有根了 不再有香槟民会起来保卫他们 国民党人是从哪里来的 除了它那个小的核心 清治派的核心和清治苏派的核心以外 很多成员都是在青年帮各省收罗起来的 有士大夫理想的土豪 例如在巴蜀的情况就很清楚 最高级的土豪最容易受到士大夫的诱惑 我到中央政府去当官 别做了一个土军阀 被文人通骂土军阀要好多 然后去了以后你就只能跟着国民党去台湾 然后他们的后裔 大概也就是像赵沙庄这种人 然后他们就慢慢裂绝了 如果他们能够及时移民到美国 消失在美国的话 这是他们最好的移民的 比较土气那种 文化程度不太高那种 自夺在人才积极的南京政府 混不出来 只能在本乡武断乡区那种土土豪 才会组织自己的民兵 跟共产党的战斗到底 在南北朝的时候 勇家渡江到建业去当官那些人 到洛阳当官的建业去当官 照陈寅克的说法也是 那些读书主人比较好 做士大夫比较有钱的人 而所谓的二等氏族 就是比较土里土气 只懂得保守的 落伍的 比较土气的精血 而不懂得心事的 如福道山家那些人 全被留下来 被蛮族同化 变成北朝土豪的基础 然后他们在隋堂时期 又一次走了 跟南朝同样的路 变成李德鱼他们 然后又一次在改造幻灾中 被清洗 士大夫阶级之路 是非货之路 你祖上记者老本 让你拿着好好表演一下 在祖上的基德 还基德比较多的时候 你表演的表演得很多 很漂亮 后世的史家会 忘记了你那些基德的土豪前辈 只记住你这个非货者 就表演了一首家 忘记了你的子孙将来 你自己摔位 但是你如果身逢末世 运骗销 身在祖上留下来的资源 马亦九他们非货的差不多 已经没有什么的情况之下 你赵花康再出来的话 你肯定是死路一条 而他要出来的话 本身也反映了白旭党 通过选举工作 争取社会大众的可悲失败 他跟韩国瑜有一点是不同的 韩国瑜能够争取南部的群众 赵上康从来 自古以来 就是走出了台北市的 他来取代韩国瑜 本身就是白旭党路线的根本性改变 现在 白旭党路线也是 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台湾 那么弯曲一下的身段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反正都得不到了 我们还不如说出心理话 让自己 这一次就不是为了让自己痛快 而是让习近平痛快 对不对 韩国瑜如果当上了总统 他形式上还是要维护中华民国的 也就是说 事实上可以让你占的便宜 但是面积上不能让你痛快 面积和理智总能占一个碗 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理智 把面积牺牲掉也可以的 但是 横数理智续你得不到了 如果我们的面积都没有 我们这些钱白发 对不对 我们至少要把面积维护住 邵朗康 斯洛罗地反对台湾的主流民意 但是他可以让 包括中国吃瓜群众 和习近平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满意 这样面积至少维护住了 两面我们至少暂却一面 面积虽然不如理智那么住了 但是总比面积要好得多 因此在南营中国主义的群众基础和社区本身趋于灭绝 最后的士大夫急于像是临死的士兵很容易强奸 因为人类的下意识的本能就是 在你快要死的时候 你想的就是强中阶段 另外理论上不是这样 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动静 但是 性饥渴的大兵特别容易强奸 因为你本能知道你快要死 所以 朝代即将灭亡的时候 原先循规蹈矩 在历史记录上显得很华为的士大夫阶级 讲三重士德 讲四书五经士大夫阶级 突然显得灭绝了 一下子冒出到处都是唐伯府或者是魏晋风流这样的人物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快要上战场士兵 本能地感觉他快要死了 然后再遵守什么为了统治的方面而自我约束的仁义道德 没必要了 我就四菜奥物一下吧 任风流 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但是他们的下场全都不好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王朝快要灭亡的现象 王朝还没有灭亡的时候 大家循规蹈矩 仁义道德 还有好果子可以吃 那时候你去做唐伯府 做竹林期前 不划算 得到了面子 输掉了李子 但王朝快要灭亡的时候 反正李子的面子快要没有了 我还不如指控面子好了 因此每到王朝快要灭亡的时候 斯大夫阶级就会出竹林期前这样的人物 这可不是个人现象 这是一种生态现象 赵少康和他的同家 韩国瑜不是 韩国瑜是可以争取的一部分形容 明确的领袖 而赵少康就是纯粹斯大夫的真正 四财傲物 只顾自己爽 那是斯大夫的真正 民事 在历史上的技术虽然好 但是做他们的老婆总是非常痛苦 民事的特点 在日常生活中的特点就是 对自己的妻子和对自己周围的人 对自己的儿女和自己周围的朋友冷酷而渴望 他的需要和白臂党的需要连在一起 真的可以把他推上国民党领袖的位置 而由于有了他 国民党那些能够找到资源 能够维持地方派系的政治经纪人 会土崩瓦解的 而残余的地方上的诸侯 只有另找靠参了 例如去找柯文哲 也可能去找民进党的 比较保守的华独派 这是必然的结局 他当了国民党领袖 接下来发生就这样的捧绷瓦解 然后张安乐他们就可以出来了 暴动需要发的钱是要少得多的 三个火箱手的续集 二十年以后 大政党让火箱手打得一样 是这样说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掌握的资源交给国会 因为马萨林红衣主教虽然可以收买个别人 但是要收买全体国会议员 它没有那么多钱 你把希望寄托在全民身上 那你要收买全民花的钱是极多的 如果只收买极少数武装团体 那么开支就会大大减少 所以在钱不够的情况之下 复述中武力就是非常合理的做法 到处撒钱 而效果又不确定 白白花了很多钱又得不到效果 你不如只用一半甚至十分之一的钱 用来收买一个小范围的军事团体 可以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是非常合理的博弈模式 然后如果你的对手是高面共和国那样 整个社会都没有像样的武装团体 那么极少数武装团体集中使用武力 也足够你达到目的了 当然这些症状都是生态性的 或者说是演化性的 韩国瑜是能赢的候选人 赵沙康是不能赢的候选人 张安乐在统战时期是不能上台面的人物 要避免他影响选情 现在可以上台面了 这些症状是什么 不要相信明晓那些自欺欺人言的 要像是医生对待癌症晚期的病人一样 冷酷无情地看待事业 或者是像是所谓的阿迦沙克尼喜欢引用的那些名言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 他们面不改色地相信最坏净 这些迹象是什么呢 战争已经破在眉睫了 好 谢谢阿姨 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阿姨的指教 在此先跟您拜个早年 祝您新年快乐 那我们下次访谈之后再见 谢谢